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庐山会议 他被认为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法的工 不再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沈阳军区司令员职务也被撤销了 于是 他向组织上提出到南京高等军事院校去学习 没有获得批准 为什么 林彪后来对人说 我考虑了很久 晚上都睡不觉 总觉得邓华留在部队是个危险人物 把他赶出军队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关切地对邓华说 那你去四川吧 四川是个大省 结果邓华上将去了四川 当副省长 分管农业机械 可是 他几十年都在军队 部队几乎成了他的生命 他生气地说 林彪要我交出兵权可以 我不争那东西 但要离开部队真是舍不得了 结果 他对妻子说 把那些黄色衣服全部染黑 妻子不得不遵从他的命令 把所有的黄军装拿到袭染店染黑了 连帽子也不例外 没留下 以后邓华做的衣服都不用黄色 和黄色沾边的布料都不学 可是 他来管农业机械 却还是部队等着一套 当年 在部队 他不但熟悉各种枪械 火炮 而且会开大炮 开汽车 开坦克 现在管农业 他拼命研究拨垃圾的构造 很快就学会了开坡垃圾和使用脱骨机等农机 并且能讲起他们的主要性能和特点 以此 邓华去农机场检查工作 过一段时间 他又来到了这个厂 一走进车间 就问厂长 这里原来的那台机床搬到哪里去了 厂长立即说 你记错了 这里没机床啊 邓华肯定的说 我清楚 肯定有一台机床 怎么就没有 弄哪里去了 对方还是咬死说 没有 回到招待座后 邓华的秘书去问厂长 对方不得不承认 果然有那一台机床 因为厂里缺少运输工具 拿去换汽车了 怕受邓华的批评 所以才说假话 邓小平知道这事后 感叹地说 邓华真是议员打仗的好手 可惜了 1977年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 立即把邓华调回北京 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初 起初 邓小平有意让邓华挂帅 去指挥自卫还击战 可是一问 邓华已经病重了 只好另选他人 邓华知道后 说 我上步前线 到那边去看看也好了 于是 带病去了广州 1980年 邓华才回北京 途经上海时 病情突然恶化 发展十分快 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他处于垂危状态时 对此女们说 记下来 感谢叶副主席 感谢邓副主席 感谢党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 7月3日 邓华在上海病逝 邓小平悲哄地说 使我一大将军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